这一柱是三门 是秦尔寺皇陵遗址的入口处 这一位是公子福叔 他是秦皇的长子 看着特别的人厚 在他的旁边是秦国的大将 蒙田 他昌年了率三十万士卒 素手兵将 最后被秦尔寺处使 这是清朝农民起义的将领 陈胜和吴广 陈胜和吴广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农民起义 他们的画像就是农民的造型 这一位就是秦老师 胡海 他是秦始皇最小儿子 在位接近三年 就被赵高杀害 这是当时的丞相理事 丞相理事与胡海还有赵高 他们串谋了这次政变 立胡海为皇帝 最后被赵高处使 他跟随秦始皇的时候 他的功业非常大 协助秦始皇统一中国 在这个画像的最后一个 就是赵高 在秦老师主政的时候 他的权力非常大 秦国大多数政令 都是出自他的手里 最后他也将秦老师 给逼迫自杀 他也将秦国大多数政令 他也将秦国大多数政令 他也将秦国大多数政令